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在湖北恩施的以水洞乡景区 这是一个小众景点,在这个景区里面有一栋老屋,却非常的不简单 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全金丝楠木打造的当地一位村民的房子 据说它的价值达到了8个亿 今天就带大家实际的去看一看 这个景区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打造好,所以没有什么游客 眼前就是这栋全金丝楠木打造的老屋了 它原本并不是在这个位置,不在这个景区里面 是在恩施的来凤县,来马山村 主人是一位82岁的老大爷 但他家里面并没有家谱传世 而是据当地的村民说 主人是杨氏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当官 在明万里年间是为了躲避战乱,弃关,逃离了中原地区 来到了这个地方 1582年出自修建此物,并且隐居了下来 而且房屋外表比较淳朴 也是主人刻意隐藏 因为在那个时候 金丝楠木是皇家专用的 民间是不允许使用金丝楠木打造一些家具 更不要说房子了 这属于愉悦之罪 后来是在13年的时候与这栋房子的主人协商 整体迁移到了此处 云贵川这一带大山里面经常能够看到的木制房子吗 在以前的时候他们是靠山吃山 在山上就地取材建设的这样的木制房子 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交通越来越方便 一些水泥石材都能够运进来之后 很多村民都选择建设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了 更加的坚固 但这种房子住起来 夏天就不热 我们看一下 这还是经过景区保护之后 看到的面貌 如果在当时老大爷家里面的时候 是比现在还要破旧的 根本就看不出来 它是一栋金丝楠木老屋 更不要说价值八个亿了 而关于价值这八个亿呢 它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 等会儿给大家讲一下 这是进门口 要跨过这个很高的门槛 进入到堂屋 然后在堂屋里面摆放了四把椅子 这椅子也有一定的历史年头了 这是香台 调机 看看它的房顶 其实这位老大爷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家的房子是金丝楠木打造的 因为他的家庭十分的贫苦 在他小的时候 可以说连锅都接不开 都是需要靠村里分一些粮食 上山挖野菜 才能够满足基本的温饱 他在当地的村子里面 属于是特困户 他在34岁的时候才结婚 37岁的时候才有了他的儿子 结婚比较晚 就是因为家里面条件不好 这里面的家具我看了下 可能有一些是景区故意为了迎合 做的新的搬进来的 并不是所有都为当年老屋的原物 金丝楠木 在古代封建社会 是只有皇家国庆 才能够使用的名贵木种 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在民间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 这属于愉悦之罪 就是你跨过了你不该拥有的一个物品 这一间呢 是一个卧室 那这两把椅子明显就是景区后来家的 特别的新 崭新的 这是放洗脸盆的 这应该是当时的原物 包括这个小凳子 老大爷在村子里面是最穷的一户 被称之为特困户 所以他结婚就比较晚 一直到34岁 才有人给他说亲 37岁生下的儿子 他的儿子到37岁才结的婚 一样是很晚 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比较穷 没有人上门说亲什么的 在后来呢 整个山村要进行整体的搬走 要拆迁了 在新的地方建设的房子 搬走之后啊 会给他分一栋房子 再进行一些补偿 但老大爷和他的儿子呢 都不太愿意 因为他们舍不得这里 这栋房子是他们 事备居住的 突然说要搬走 肯定是有些感情在这里面的 然后他的儿子呢 就想到了 祖上曾经说过 这栋房子啊 是用名贵的木材所建设的 一定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 而且当地的村民呢 也给他出一些主意 所以他儿子啊 就决定去请专家来看一看 这栋房子是用什么木材打造的 有什么价值 祖上只说是用名贵的木材 并没有告知是金丝楠木 后来文物局的专家过来之后啊 就进行对这栋房子的鉴定 不鉴定还好 一鉴定 原来这栋房子啊 是全金丝楠木打造的 当时这位专家 跟这位老大爷说啊 你这个房子啊 非常的珍贵 属于文物了 价值有八个亿 这老大爷一听 当时一愣 有点不太相信 他对这个金钱呢 也没有那么多的概念 八个亿是多少啊 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么多的钱 在这件事情传开之后啊 就有一些老板和景区 找到这位老大爷说要把 他家的这栋老屋给买下来 有的出价 他也是达到了八个亿 甚至说有十个亿的 只能说有价无市吧 说他值八个亿 真正来说又有谁会买呢 最后老大爷 他也并没有把这栋房子给卖掉 而是把他无偿的捐给了国家 后来当地啊 就把这栋房子整体迁移到了这个景区里面 用于观光 可供游人进去参观的 也对他的里里外外都进行了一些 保护性的措施 才让我们得以看到 这么完整的南木老屋 大爷把老屋捐给国家之后呢 也相应的得到了一些补偿 在今年的时候 老大爷还带着家人 回来看一看这栋老屋 回味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当年整个村子里的特困户 却浑然不知住着最贵的房子 就是这栋南木老屋 不知住着更多活摟 有营造一起 就喔